這句,他說將白色的蔗糖、食鹽、白色的食鹽和白色的麵粉分別至於蒸花敏中 然後蓋上表玻璃,這是一個表玻璃蓋上去 裡面的話有蔗糖或者是食鹽或者是麵粉 然後現在給它加熱 那一加熱以後的話 這個蔗糖的話,它是碳水化物 所以你給它燒一燒的話,最後會留下碳 那個的話,水會增化 所以在這裡會有小水滴 食鹽的話,你給它燒一燒它不會怎麼樣 它還是白色的食鹽 因為那個麗花納,你給它加熱的話 它不會分解 還是白色的食鹽 那麵粉,它是由澱粉組成的 那澱粉又是由葡萄糖組成的 所以它也是碳水化物 所以你給它燒一燒的話,最後會變成碳 留下碳,那個水分也會留在那個錶 就是那個錶玻璃上面 好,那我們來選一下 然後它說,然後以酒精燈給它加熱 結果是怎麼樣 結果A選項是說 蔗糖食鹽變黑色 錯了 應該蔗糖跟麵粉變黑色 不是食鹽,A選項是錯的 我們看B選項 蔗糖麵粉變黑色 對了,那個黑色就是碳 這對 那食鹽沒有變,依然是白色 再看看C選項 食鹽麵粉變黑色 錯了 食鹽不會變 第一 蔗糖麵粉食鹽都變黑色 也錯了 只有蔗糖跟麵粉變黑色 食鹽不會變 所以大家應該選B 再看看下一題 這個是題組 他說,乘上體 蓋在蒸花米 蓋在蒸花米 上面這個表玻璃 上的液滴 用藍色綠化芽菇 這個綠化芽菇如果是藍色的話 它是無水的 所以用無水的綠化芽菇 柿子檢驗 會發現顏色變化 你用藍色柿子放上去的話 它會變成粉紅色 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 含水的綠化芽菇 它是粉紅色的 那證明什麼呢 證明表玻璃上面 這些是水 所以大家應該選B 這個藍色的綠化芽菇 變成粉紅色了 那麼這個可能是水 大家應該選B 第二小題應該選B 來吧 來吧 這值得 就是 發生了 非常好 很落敗